想跟银行贷款却被拒绝 难道上一次迟缴一个月的电话费 就在信用贷款上留下污点了吗 是谁决定我的信贷合不合格呢 迷思一 银行 贷款批不批准 虽然决定权在银行 但银行却是根据个人的信贷等资料做判断 而掌控信贷资料的单位 不是发放贷款的银行 而是国家银行的中央信贷情报资讯系统 以及许多人闻风丧胆的 信贷情报服务私人有限公司等其他信贷机构 迷思二 信贷资料 这些机构的系统到底拥有哪些信贷资料 难道因为一次只缴一个月的电话费 也会留下不良记录吗 其实信贷机构不会评比个人的信誉评级 这些信贷机构的记录是真实客观的资料 例如个人的贷款 破产 诉讼 欠款记录 以及信用记录被查询的次数 和名下注册的公司与生意记录 不良的付费记录除非曾经被列入黑名单 而且债主有向信贷机构惩罚后 才会留下信贷污点 如果留下污点后 个人信贷是不会移筹万年的 因为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下 一些资料超过12个月就会撤销 而未解决的诉讼案 或者是已经解决的欠款记录 在两年后也必须从档案中消除 个人也可向信贷机构调阅 以确保资料的真伪 借钱还钱乃是天经地义事情 若债务管理妥当 就会留下良好的贷款记录 未来如果想要贷款时 不用担心被银行拒绝 甚至可以用良好的信贷记录 跟银行讨价还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